打過兩屆世大運 三屆重次被中華白 一次藍隊 還有2018年度 雅加達巨港亞運 27歲的黃聰漢 已經是今年亞洲杯資格賽 中華隊正中國際賽經驗 相較豐富的球員 從邁向終身帶 突然臨為壽命 跳級當學長 小台不怕壓力 但卻有著另一項煩惱 我只是多給人家參加 一次到兩次的國際賽而已 壓力是還好 但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傷在身 所以我也不確定 到後面狀況怎麼樣 就是竹底筋膜炎蠻嚴重的 前幾場還要靠軟電腦 還有吃止痛藥 才可以減緩這個竹底筋膜炎 狀況還有吃藥狀況還好 但一比完走路都會一百一百 能不能順利出征亞洲杯 竹底筋膜炎的傷勢 讓未來充滿變數 黃聰漢身體持續調養中 但豪佳在心理狀態 目前調得很不錯 今年SBO開季時 碰上外線失準 三分球十九投一眾的空前低潮 到現在 總算慢慢回到三成左右的水準 成為球隊重要的得分箭頭 也沒有想太多就是一直去投吧 像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狀況不好 就是一直在自己去抓 抓那個手感 就是一直抓不到 因為有一些稍微姿勢有點修改 然後抓不到自己的感覺 但後來就自己去花時間 然後去一直投 一直投 投到後來手感比較順吧 對啊 是台皮開機二十連勝 不可或缺的戰力 接下來黃聰漢 更有可能會在大換血的中華隊裡 扮演著吃重的角色 希望和這批年輕的夥伴 一起打通學習 但最終能不能如願 考量傷勢和疫情 都只能先靜觀其變 維愛體新聞採訪報導 黃聰明